小鱼啃腿 这条大鲤鱼给爷爷啃的都啃懵了 爷爷爷爷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给您拿走吧 爷爷您平时肯定特别注意保养吧 这会儿是怎么说的呢 您看您这发质啊 它不仅乌黑亮丽 而且还特别柔顺呢 哎呀姑娘啊 不炫耀的跟你说 爷爷是这家敬老院里的乌烟族 老姓子 没事了 孩子 孩子是不是见着爷爷想家了 这咋还哭了呢 爷爷啊 我不是想家了 你脚的味儿让我有点想死了 这孩子还挺幽默 爷爷是汗小 你屏住呼吸就没事了 屏住呼吸也不行了 关键他落眼睛啊 爷爷我抱着个位置啊 你年龄时候是干啥的啊 哎呀 哎呀 这边对上了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们呢 你们赶紧走吧 爷爷们呢也该休息了啊 爷爷我们不累 咱再趴一会儿吧 走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那爷爷我们走了啊 爷爷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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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啦 这个一时咱们赶紧出发 干啥去啊 你们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今天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别闹 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说 今天是咱们敬老院召开子女会的日子 咋也别闹着去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忘了 今天是咱们中国足球 踢进世界杯的最关键一场比赛啊 咱们得上现场加油助威的 走 哎哎哎老张老张老张 你先坐 先坐坐坐 我给你捋一下这个事 咱们敬老院现在风太严了 严定禁止讨论有关中国足球的一切信息 对 太刺激 听他玩和坐过山车似的 整不好都容易过去 你拿着别人 老张走 咱俩走 我也不去 你又怎么的了 心情不太好 你怎么能心情不好呢 你千两天你跟我说 你跟那老张太太要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吗 别提这事了 他家里人不同意 现在子女啊也太真气 这老年人也有恋爱的权利吗 跟他子女没关系 那谁呀 他老头不同意 他老头没打死你就算你万幸 你还笑 时间全让你俩给耽误了 我还是现场连个线 你在那儿拿着手机啊 完了 这要是给抓着 完了 你俩这胆吧 老刘啊 现场怎么样了 老张啊 人山人海啊 老人干都辣 保持情绪 我们这就到 张奶奶 您先歇着哈 一会儿我再来看你 完了完了完了 小万护士来了 千万不要看那些 不该看的哟 看这些东西来呀 爷爷们 带啥呢 哎 下下下 下下下 这三老头太有落地了 那个小万护士 这是我们研究的新玩法 那个你看啊 俩三 发财 相军 四个二账 糊了 我输了 你真厉害 是挺厉害呀 就这样赌神来了 看见你们都得蒙圈呢 那个小万护士啊 你不用蒙圈 张爷爷 这屋有我在呀 你就放心吧 你回去吧 张爷爷 就是有你在我才不放心呢 那个小万护士 你放心 我俩监督他 对对对 你快回去吧 我们再研究研究新玩法 行了 爷爷们玩着 我先走了 老张啊 比赛开始了 我跟你说 你带不来呀 因为我就站不住了 张爷爷 啥坐着 他们说我是水瓶坐的 上升是金牛 月亮是双子 还有 行了爷爷 你就别编了 交出来吧 老刘啊 估计这是最后一次通话了 咋的了 手机被发现了 刘爷爷 哎呀 这道神体风狂啊 阿拉雷啊 行了 你也别看了 收拾收拾出来吧 我现在就让你儿子 到体育场门口去接点啊 老张你 完 这还大一个 张 你说你怎么还敢看着中国族群呢 你啥身板 你自己心没数吗 有数 我那都是小病 关心病 心脚痛 脑溢血 动脑硬化 横广还肥大 那一定不要的命 你把手机抗抗就都好了 还想要手机呀 咱们敬老院的规定都在这写着 那三连五身的说 禁止讨论有关中国足球的一切消息 你怎么能顶峰作案呢 这个手机现在正式没收 你们三位爷爷 全愿通报批评 不是 给 给 我就说你不是好嘚子吗 这位手机被没收了 我看你咋整 哎呀 你俩不会天真的认为 一个手机就把我拦住了吧 这都又2046了 谁还没点高科技 中国队跟住内球 球带不见了 队伐队员发现外球 中国队抢到了第一点 好球 中国队把球固执住 想中路渗透 好的 继续前沿 继续往里带 已经缓过了手辈人 出门了 起跳打门 又打高了 又打高了 老江头 你摸摸 我心脏是不是不跳了 让老张给你摸吧 我现在回去换条裤子 你俩到底去不去 不是 今天咱们愿意带子女会 孩子们来了 看不着咱们到底着急 被人发现 咱这老脸往哪哥 去不去 去 这么多废话的 准备出发 好 爷爷们 爷爷们 今天咱们 爷爷们这是要出国 还是要出家呀 我们要出发 你不是那啥小办护士啊 咱想出去溜达溜达 你看这会把我热的 那正好啊 子女会儿女们都来了 让他们跟你们一块出去走走吧 不不不不 不不不 那个我 我们自己溜达就行 不用赔 你俩怎么这么玩 你啊 你就不会告诉他 咱要上现场看球 什么 上现场看球 对 明知故犯是吧 我管不了你们了是吧 行 有能管得了你们的 我现在就把你们子女叫上来 不是 来来来 子女们 来来来 就上来吧 爸 我听出个事 我告诉你啊 不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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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去哪儿 爸 是不是想去看球啊 不行 爸呀 咱能不能懂点事 听点话呀 你说你啥要求我没满足过你 唯有这个足球 不行 你这身体能承受得住吗 能 能啥呀 别说你这岁数了 就我这岁数 看足球 那都抽几回了呀 爸 身体是咱自己的 这个道理 你不懂吗 我懂 我懂 你问我 为什么还在看球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 中国球迷的足球 放 宝哥几个 咱们一晃看球 能有七十年了吧 七十多年了 又爱又恨呢 来 你们看 还记得这场比赛吗 那我能忘吗 当时我就在你身后 海达 别看你罢克不高 但是嗓门最亮 三天没说出来话 过瘾 这场比赛呀 世界杯上 中国踢巴西 那个时候巴西呀 是世界上公认的世界第一 咱中国队有个小伙子 叫赵俊哲 他那一脚 险些自传了巴西的紧张 还有一点几个 这场比赛你们没忘吗 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 2001年10月7号 中国队第一次踢进了世界杯 对 就在咱们沈阳 孩子 中国足球啊 我等了你一辈子 我盼望了一辈子 我也失望了一辈子 再有来生 我一定还会陪伴你们一辈子 爸 啥也别说了 今天这场球 我一定得去 爸 我陪你去 陪你去 爸 我也陪你去 好 好好好 中国足球 我们来了 中国足球 下人 中国队 下人 中国队 下人 中国队 下人 我们出现了 大家好 我是前国助队员 赵俊哲 老铁人想看完整小匹吗 不用东翻西找 你想看的小品都在这里 赵家班 德云社 开心麻花 应有尽有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天交朋友 点击公众号 输入框 输入虎哥小品 关注虎哥小品 每天虎哥小品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